今次想分享一些教學影片製作的竅門 零失敗低成本和不協強 現在大家在看的這條影片 就是這條影片自己本身的教學案例 整個影片有四版核心的PowerPoint 這是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最後第四版 這個方法極意上手一次成功 就算我們一般只是用好傳統的方法 例如對著PowerPoint講解 甚至是黑板畫畫 只要我們有畫面 都很容易將過往的教學材料轉換成影片 而你不需要買MacBook、iPad、Apple Pencil 也不需要花錢買任何額外的軟件 只是用普通電腦或者電話有的軟件 通常都是不用錢的 就可以搞定了 第三就是不會協強 因為這個方法 就算中途有什麼錯也好 其實都是很容易去修正的 不用由頭做過 我們很多時候都在錄音 錄片 然後就很怕說錯話 然後就會緊張 你越緊張就越說錯話 說錯話又要整段由頭來過 然後就做了一段時間都很害怕 還有有時候有些環境限制 例如我錄音 突然間樓上在這裡轉牆 或者刮豬肉 或者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有些寵物 突然間有吵 如果你一剪錄完 其實你整段影片又要再來 我現在以下介紹的方法 就是可以繞過小的困難 大家可能會想 其實我打算做老師 為何搞到現在 要能歌善舞 要做YouTuber 我不是打算做這些 或者我沒有心理準備去做這些 其實跟我們教學生一樣 可能有些 Task 一次過做可能很難做不到 如果我們找到方法 將它拆散 變成每一次做少少 其實學生慢慢就會 逐步逐步掌握到 其實影片都一樣 影片其實就是 畫面和聲音的結合 製作畫面的工具 最簡單可以用PowerPoint 或者如果大家用Apple 或者用Google 其他類似的軟件 都是大家熟悉的 而且已經有了 不用再給錢買 而每個老師都會說話 我們說話就是我們工作的一大部份 實不相瞞 現在大家看的影片 或者我之前做的影片 我只是 拿我的電話 我對著我的電話錄音 我只是沒有買任何的 一些 麥克風的工具 好 實際流程 開始第一個步驟 就是做PowerPoint 我現在這條影片 其實核心的PowerPoint 只有四版 不算封面的話 然後其他畫面 都是用了四版 做好之後 小修小改 delete 加入箭嘴 這樣做出來 整個PowerPoint 我會放在這條影片下面的Google Drive 給大家參考 而在未停課之前 大家本身已經有一些PowerPoint 用開了 又或者是教科書本身 就有PowerPoint提供 就算我們平日用黑板的 現在我們買教科書的PowerPoint 來參考 或者直接採用內容 第二步 做好了PowerPoint之後 就好像我們 按PowerPoint講書 這樣就對著PowerPoint 逐版逐版講一次 錄音的竅門 就在改名 一般我現在 拿電話錄 錄完之後 儲存 然後那個Software 其實它會預設了 那個名字 可能是今天日期的時間 你千萬不要用這個名字 因為之後會很亂 你就改 譬如我現在是對著PowerPoint 第一版講的 我錄出來的MP3 就叫做1 我對著PowerPoint 第二版講 就叫2 如此類推 之後的流程會快很多 我一直對著PowerPoint 錄音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看一次的PowerPoint 我正在做Proof Reading 可能PowerPoint有些東西做錯了 或者說說說說 其實這樣說不太清楚 我又改一下這圖 所以當我們錄完音的時候 其實PowerPoint 已經finalized 我們就可以按一個按鈕 就是Save as JPEG 上一條影片也有說過 然後PowerPoint 第一版就叫做投影片1 然後第二版叫做投影片2 如此類推 就會剛剛跟我們錄音的名字 是一一對應的 然後由於我們現在用的剪片功能 是非常之基本的 所以一般電腦甚至是電話 都可以找到一些不用錢的剪片軟件 就已經可以做到以下需要用的功能 一個線都不用付 最後有一條影片 大家就自己決定你放不放上youtube 或者放上其他平台 總之讓學生看得到 上一條影片也有說過 可能大家未必有看 在這裏再說一次 因為這件事是重要的 Youtube 是有些私隱設定的 那個影片如果你設定了公開 就是每個人都看到 也都要搜尋 如果你設定不公開 就有條link才可以開到 即是搜尋不到 可以讓學生可以開到 其他人就搜尋不到 那就不要教私人 因為私人代表 是你自己才看到 你給了一條link學生 也是看不到的 以下我就會講講 剪片軟件的基本操作 由於大家是喜歡用哪個 不是用哪個 我就不會介紹某一個特別的軟件 不過那些軟件的操作本身 都是大同小異 首先你一開的時候 就會看到有這樣的畫面 虛線的跨跨就是讓我們放一些檔案上去 例如我們現在需要放的就是 PowerPoint save出來的JPG 即是投影片1投影片2如此類推 以及我們錄音的時候的MP3 例如1.mp3,2.mp3如此類推 軟件的版面 下面應該是有些時間軸 有些是讓你放畫面 有些是讓你放音樂 首先一定要放了聲音下去 因為聲音是有長度的 而畫面是沒有長度的 所以現在我們要適合那個時間軸 一定要先放了聲音的檔案 即是MP3 放了聲音下去 因為我們錄製的時候 已經定了12345 一般的軟件 就這樣拉進去 它已經會12345排好了 下一步就是我們把投影片 按個號碼拉進去 一般的投影片拉進去後 就沒有特定長度 我們那個軟件就會預設了 某一個長度 例如5秒 我們要看 我們那個畫面 應該是對應出現多少秒 就是對應我們MP3的長度有多長 所以如果 投影片時間太短 就拉長 拉到跟MP3的一模一樣 跟著後面的投影片 都是一模一樣的 重複一些步驟 只要我們一開始 錄音的時候 那個檔案名叫得對 後面傳播一對應 基本上不用怎麼用 去到這個步驟 基本上已經做完了 大家想不想有其他 特別的效果 音量合不合 要不要加背景音樂 轉場畫面 風劍遊人 做好之後 大家就去找一個按鍵 就是應該叫輸出影片 或者叫Export 或者叫Output 看看你用什麼軟件 然後這個輸出的步驟 對電腦來說 就是花最長時間 它要做得比較多的運算 所以就要等一等 看你的影片有多長 以及看你的機器有多快 你可以去 做完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 再分享多一點錄音的技巧 有時候有一批可能有很多重點 那段錄音可能會很長 我們一口氣說 就可能會 說一下咳嗽 口疾 說錯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分割 一版分開幾版 譬如現在畫面為例 當第一版有很多重點 我分三段錄 改名 因為現在它對應 都是同影片一 改名時就要 1-1 1-2 1-3 接著我們拉一些 聲音檔進去 音軌的歌行 它就會自己排得正確 相反有時候有些畫面 只是很快飛過的話 我們也不一定要分開 兩條聲大錄 可以一次過 說兩半 說什麼時候 譬如2和3頁 2-3 作為這條教學影片的總結 就是這一個 畫面 其實這條影片 核心只有四個畫面 技術上是不難的 但做得好不好 其實關鍵 就是在畫面的設計上 教學生畫Mindmap的技巧 製作教學影片的方法有很多 我這個方法是比較容易入門的 我會把這條影片 首先現在大家看到整個PowerPoint 然後我錄音的時候 每一個MP3的檔案 然後就是 寫出來的JPG 還有最後的產品 將它 輸出了成為一個影片檔案 即MP4 這些檔案 我會全部放在 這條影片下面的Google Drive 可以作為大家的參考資料 大家如果想試一下如何組織這個感受 大家自己去找一個 免費的展示軟件 然後就可以 拿我的範圍來試一下 玩一下 拿我的感覺 希望幫助大家